張相機 是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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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的 有没有很多 其實可能在認識我 或者是這個 太陽花運動之前 對政治沒有興趣的 這一次願意來 我不知道 還是你們是來 聽TOPO學 對 去年這個選區有三個黨出來選嘛 我比動明鏡動要接波動 你可以想像你看穿時代力量超帥的 超帥的吧年輕人都會投給他吧 去年來送小波拜教室圈我都想投給他 你如果請到不好的人出去還會幫你吊飄 你也點忘了 你知道現場其實有一個人沒有幫你 就在現場 就是我們的餐廳老闆 不好意思啊 謝謝 很聰明 我很怕你打電話給你領位的 我就 我在這裡 你在這裡 我常常說恐懼來自於無知與未知 就是說有一件事情你如果會害怕 原因一定是 你不知道後果會發生什麼事 比如說 我的對手他的家族是必然的存在 你把它消滅了 還是會有人其他人起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對他的不適認識在於說 那你專心做那件事情 不一定要來參與政治嘛 OK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就不會有生命安全的危險 我沒有要破壞你的既得利益 沒有 可是我不能讓你去擔任這個 中央立法委員 因為不適合我的對手 上一次提過最有名的法案是什麼 你們有印象嗎 中國人可以用台灣健保 你覺得中國人可以用台灣健保 然後你就會覺得這個很奇怪嗎 這個是我們的立法委員該提的事情嗎 我們在地方的選舉 各位台中的朋友 我們在跑地方選舉的時候 我們是要跟人家講說 我們要一個比較好的未來 我們要有一個這個 比較進步的民主制度 然後我們希望城市可以 在我們自己手中決定怎麼辦 這樣子才會有票 先有知名度才有支持度 請問大家拿這個出去發的時候 具體需要擔心生命安全 不用吧 可是喔 欸這個我還有特別拿去榮樹下 然後問那個在那邊泡茶的阿伯 說阿傑你怎麼看有 他說我知道 神經病還是要出來選舉耶 沒有啦 又這有選區嘛 阿都這樣子就好了阿 所以你看 出去就是很開心的事情 客人我認識 但是我要講說不認識阿 然後問大家有沒有看過他這樣 這個就很好玩阿對不對 很大很開心的意思 第二選區很大 所以我們的規模一定要大 我們要找300到500個志工 第一次你就會覺得神經病 誰要你去上街頭幹嘛 可是實際上各位喔 給那個 看到你們來 我覺得第一場有這樣子的規模 而且只是純網路 你們都是自己 我不知道頭撞到跑過來的 所以先給自己一個掌聲 謝謝你們 我們這一場選戰 除了好大好開心之外 我們還把它叫做 用腦發大財 發大財不用腦是 就是躺在家裡等錢 從天上掉下來 那個不會發生 我們要什麼樣 用腦發大財 不過他的概念是 你的每一個動作 都是你思考過的 即便你今天只是塞心香 你都思考過我怎麼走路會比較順 比如說只是在夜市發衛生紙 你都會去研究說 我們今天這一組有四個人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封鎖他的動線 然後我要怎麼樣避免 他走進去之後 他拿來亂丟 這些東西就是因為你想過才拿出來做 他就一定會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很大很開心 然後用腦發大財 這樣子我們這次的選戰 只要把事情做完 就一定會成功 然後總結今天剛剛講的所有事情 第一個 我們不要再恐懼一下選舉 我們要覺得很棒 然後我們遇到這個 對方的雙腳 或是對方的雙腳 或是對方的雙腳 請支持你 第二個 我們要很大很開心 我們的規模會很大 我們的組織會很大 欸 你們這個都1450 自己來的 你們應該還是有一些人 是捐款給我的吧 對不對 神經病 所以這個是主動的 這個叫做什麼 很大很開心 我們組織一定會很大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 會交到很多朋友 我們有一股新的力量 這次會匯集在我們這裡 然後我們在這個過程 一定會很大 然後很開心 要相信我是這一次選舉裡面 最好玩的候選人 最後 我們會贏 我們真的有可能會贏 謝謝